再或者在无关紧要的时候申请去厕所 用凉水洗一把脸 再精深百倍地投入到无休止的会议当中 也不是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至于那些直接呼呼大师的朋友们 要不然你爸是李刚 要不然我只能说你还没有准备好当一个成年人了 假如你对自己的事业有所规划 不想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人 那么开会时除了别睡着以外 不做隐心人这句口号也要在内心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领导问你 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 你如果做明思状嘴里发出呃呃的声音 那么三秒过后他就对你放弃了 而且是一辈子 那你就做好新生活基本靠手的冷宫生活吧 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即使没有观点也要符合别人提出的自己认为对的观点 让领导注意到你的存在 当然也不要太出风陶 慎重展示自己的幽默感 虽然这会体现出你的智慧拨得大家的喜爱 但不恰当时只会适得其反 比如你的老板有一个极具个性的酒擦鼻子 你想展现一下自己的幽默感 于是说 我们公司通过这个计划一定会像王总的鼻子一样越来越红化 那你明显就是忘了那句no做no die的基本原则了 如果你对自己的职业抱有极高的热情 在开会时不但不瞌睡 甚至还能感受到高潮般的兴奋 那么我也要提醒你 学会察言观色才能让你的高潮更持久 更猛烈 坚持真理固然重要 但是99%的会议都是为了批打点事 根本没有真理可言 比如下一季的电影女主角要选择小泽玛丽亚 还是藏景空时大家周论不休 有的认为藏景空童颜居居的形象更适合电影的受众群 而有些人则认为小泽玛丽亚的混血儿身份会吸引海外票房 那么这时你应该把目光投向老板 如果在提到藏景空时 老板的嘴角上扬了30度 而提到小泽玛丽亚时老板嘴角上扬了15度 那么你的立场就应该是支持敬爱的苍老师 这不但会博得老板的赞许 而且还会成为无休止会议的终结者 最后提醒一句 千万不要在领导马上要结束冗长的会议时 突然说我想再补充两句 这只会为你引来杀身之祸 关注求职365G 关注职场上的解决之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